谁来救救他 看牙看到被医生追 这是什么魔幻展开 白朗 活泼开朗皎洁如玉的餐厅小老板 表面爱笑爱闹 实则背负着痛苦的过往 这些经历导致他害怕牙疼 甚至恐惧看牙 靳寻安 年轻有为的牙科医生 自己经营着一家牙科诊所 只是一段曾经的情伤 让他原本脆弱孤独的灵魂 更加寒冷封闭 而白朗的出现就像一束光 慢慢地融化了他的枷锁 和冰封已久的心 白朗童年的伤痛 让他更加明白自己的心意 他想保护这个人 和他一起走出阴霾 故事开始于一个 并不美好的早上 白小朋友为亲爱的姐姐 准备好早餐 就滚去床上睡觉了 毕竟这几天牙疼的他 已经快哭了 而小白又是姐姐的心头肉 这要是被姐姐知道了 他牙痛 妈呀 他都不敢往下想 但是 想在姐姐眼皮底下 蒙混过关 他还是太嫩 过来快小的脸 过来 你怎么那么重啊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我痛我看 你牙痛 于是白小朋友 被姐姐押送到 学弟的私人诊所 无论他怎么哭爹喊娘 尿顿百烂 还是被亲爱的姐姐 交到了医生手里 我会去花莲 我还有刀 你们不要一个给我水瓶 一个给我落跑 我会看着 还疼你了 你够乖一点 知道 小白甚至都想好了 一百种被酷刑折磨的画面 只是被握住手的瞬间 他突然有点安心 是什么情况 原来 从一开始 就来不及反抗 虽然但是 直到最后一刻 白小朋友 还试图蹦打几下 结果被无情抹杀 暗活鱼一样 被按进了锅里 准备任人宰割 可是心里的创伤 他根本无法克服 突然的动作 差点伤了自己 还好医生眼疾手快 安医生已经用尽了 这辈子的全部耐心 要不是被师姐逼迫 他现在真想掐死 这个小崽子 好说歹说 终于是打了一针消炎针 才算消停 可是没几秒 居然地震了 小朋友瞬间炸毛 结果倒霉的还是安医生 手腕被这家伙 结结实实地压了一下 小朋友离开了诊疗室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结果一听说要拔牙 整个人都不好了 拔牙 对 拔牙 你不要那么惊讶了 安医生当然看出 白狼有问题 于是就想逗逗这个小朋友 还特意送给他一个小玩具 哎呀妈呀 白小朋友有点羞愤 是怎么回事 这是侮辱谁呢 好像被调戏了 还有一点点羞耻 是怎么回事 不过